在老师的教导下 家长与小朋友一起动手创作年土回历车 这是由新一区公所开办的新住民家庭手作班 选择在暑假举办 就是希望透过手作课程 增加新住民家庭亲子互动机会 也营造暑假美好回忆 这个也是让我们妈妈们可以跟我们的小朋友 再进行更亲密的一些接触 那藉由这样的手作课程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这样放了一下 我发现他们在捏这领土 其实每个人手会非常的翘 那一方面也可以看得出 妈妈跟那个小朋友一起合作完成一个作品 我相信这个对亲子关系 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这一场亲子手作课程一推出 就吸引了司机住新住民家庭报名参加 家长小朋友都直说很好玩 这样是去年小朋友动手了你 然后妈妈也跟着体验一下 自己的鼓勵没有玩到的 对 配沙场 所以就是觉得说难得也蛮有这样子 难得的机会在暑假 可以跟他们一起这样比较称态的活动 对 对 应该想 就是你可以放松心情跟其他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做出你想要的主意 都很都是这样子 可以放松心情 怕玩玩 就是很有趣 可以自己清晨 还可以自由 这出来都是主意 除了手作连吐客 新医区公所近年来也举办多场新住民活动 尤其关注在生活层面上 就是希望协助新住民家庭能紧速适应新环境 找到归宿感 在台北市开创美好生活 希望说藉由这样子的活动 让他们更加感受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热情 然后让他们更加迅速的 感觉在我们这边的生活里面 那当然我们过去可能会办很多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要实用的一些课程 或者甚至有一些是语言方面的课程 那除了这些以外 我们更希望关注的是其他生活的层面 因为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其实很大 那自由家老所做 以及我们现在认开的这个 挖刷按摩的课程 其实都是帮助大家 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之下 能够让大家有一个撕压的一个方式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